我在找一條路 一條讓台灣實在、中心、打拼、世界戰的中小企業 不可以向世界讓我們經濟又在起步的國民路 我在找一條路 要向世界證明 我們不是有能力幫大品牌 製作一粒的產品 我們也有能力創造世界級的品牌 我在找一條路 讓我們非常優秀的年輕人 我們的一代有機會、有舞台 可以走向世界大聲說 我來自台灣 我是阿鳳 這條路我找了十年 終於找到了 這條路叫做夢路 歡迎收看阿鳳案Live 今天非常高興要跟各位老闆來分享 如何在餐展的過程真正去拿到訂單 而不是只是去陪榜 今天非常高興邀請到一位專家 我們的品牌再造學院的王院長 我們的阿鳳、我們的現場觀眾大家好 首先我們請教王院長 大家都說參展這件事 是取得國外訂單、接觸新客戶一個重要的管道 可是近年來好像受到了一些衝擊 所以在參展的過程當中 真的拿到了一堆名片回來 可是真的實際拿到訂單的可能很少甚至沒有 可是每一次去參展要花費是非常多的一個成本 那不知道這一端必須怎麼操作成功的關鍵是什麼 那當然我相信現場很多朋友應該有想過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一個公司過去都在參展 那過了那麼多年了我要不要繼續參展 這是通常最大的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就是我如果過去花了多少錢去做參展的動作 可是我發現效果越來越差 我是要加碼 還是說像剛剛我們主持人提到就放棄 我都會先問一個最前提的問題 你做了多少的規劃在你參展前 那如果你沒有做什麼規劃 就說西之有年 就是人家資料來了你就去 或者是行銷的費用都歷年都差不多 是 就這樣子去 你就彷彿就去送死吧 所以事先的準備 王院長提到第一個參展事先的準備 非常的重要 是 這些傳產的老闆去參展的時候 以前的經驗是 就是我抓香對白 我只要去到那一邊 東西搬過去 然後就會有一個基本盤 對 那可以舉更明確的一些例子 事先的準備做哪一些準備 有哪一些步驟 是 一般來說我們在教這個參展的時候 叫做參展計畫書的事件準備 那有三個步驟就是 展前展中展後的準備 例如說我要去參展前的參展計畫書裡面 包含了我為什麼要這次去參展 我了不了解我這次參展 到底有哪些目標的對象 我可以取得的資源是什麼 我這次要投入這些行銷資源的這個TA 或者是說 我是不是有一些合作廠商在當地可以來協助 那甚至我值得去還是不值得去 如果說我值得去 那我要加碼在什麼地方上 所以在展前當中 在這個計畫書裡面最重要就是 先規劃好你每件事情 要花的錢 要做的事情跟項目 甚至我參展的內容 我是不是要在這個展會裡面去增加一些體驗 或者是增加一些業務人員 甚至我是不是要增加一些數位設備 例如說ARVR等等 那展中呢 其實在計畫書裡面也要顯得非常明白 是 我去了五個人 我這五個人每一天要做什麼事情 我在這個同時間當中 我如果要下廣告 那我下的這個對象 每一天給我的流量反應是什麼 例如說可能去四天 第一天的流量換到了這個實際上的參觀人數 那到第二天效果如果不加 我是不是要去調整 然後我的素材 那第三個就是展後 我們前一次參展 我們有沒有檢案報告 我的檢案報告裡面的內容是什麼 例如說我去評估了 我上次參展拿到了五十張名片 對 可是我五十張名片 我都是從哪些地方來的 我取得這些名片之後 這些人的聯繫狀況如何 那我再下一次去參展 我是不是要因應這些狀況去做調整 例如說這些人我是不是就避掉 或者說他已經成為我的客戶了 我在重複投放不是浪費錢嗎 所以展前展中展後 他其實第一個在展覽的計畫書裡面 他就可以把它寫清楚的 當作你最主要的內容 然後最後你就能夠應用這樣的東西 在你實際上面去發展你的展覽當中 可能去調整創意啊 調整做法 然後比較有機會 確實的改善本來的小儀的衰退 是 所以展前展中展後 其實需要有一個很完整的一個規劃 數位的一個崛起 很多時候在還沒參展之前 如果這些buyer有需求 他已經在網路上去做查詢 他可能已經找到了合適的對象 還是有人從展場裡面 得到成功 還是有人在接到單 對 成功的關鍵就是 剛剛王院長提到的 我們是不是在 我要去參展的時候 我就很明確我的目標 展中 我要怎麼把我最好的一面 呈現到這些潛在的buyer面前 展後 我是不是收集到的這些名片 我後續的聯絡是什麼 最後再請教我院長 聯繫上面 會不會隨著數位時代 數位工具 網路的運用 可以去輔助運用到參展上面 其實環境的改變 其中很重要的一塊是數位 其實它這個數位的改變 不是只有參展本身 包含了過去的廣告 它從這個電視廣告 開始逐漸變成了像平面 廣播 甚至聲音 網路 其實參展的邏輯也是一樣的 我過去我在收集這些資料的時候 或者是我要去參展前 甚至我要搭配的這些行銷的媒體媒介 做DM好了 我講最明顯的例子 這個在十幾年前 我們就幫忙做參展的動作 所以呢 哇這個最辛苦的就是要 送一大堆的DM到現場 現在說真的 你在B2B的展 你拿了這個五萬份 人家都笑你 你拿五百份都嫌多 為什麼 就今天我們這次分享的主題 就是定義單這件事情 嗯哼 說實在 現在很多的客戶 我平常如果沒有跟你打交道 你今天給我一張DM 我會相信 你不會 我們可能就要先懂得 什麼樣的從 我們的TA的接觸 取得這些人的基本的資料 所以從事前的參展 就可以開始用數位工具的導入 就是我要去參展之前 我已經在網路上 透過一些操作 對 讓潛在的客戶知道我 了解我 所以事前的部分 如果導入一些行銷的操作 對 有多了這樣的事前準備 結果可能就會不一樣 是 如果我們做了這個網路的 內容的一些規劃 可能有些人點了這個網站 他可能第一天 他接觸到了訊息 是 可是結果呢 他看到這個網站 他點進去 結果你的內容都沒有 針對這個展 你自己的官方網站 都沒有這個訊息 內容沒有跟上 對 那其實這是展中 因為你展前可能還在做曝光 有的時候你自己這個品牌 又不夠有名 大的展會有幫到 那你是不是自己的官方網站的內容 也要每天去更新 官方網站 對 網路上面的這些平台 你自己也要去呼應這個展覽 對 當他一搜尋的時候 找不到你 或者看到的是一個很老舊的網站 是 可能會對你打了一個折扣 別人有做操作 是 訂單就被拿走了 是 展後其實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間 我都已經讓你來到現場了 我是不是要繼續追蹤你 所以說像有的時候 有這樣Light的應用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工具的應用 讓他不要突然之間覺得 好像這個展會結束了 我就跟你斷了關係 是 從這個展會第一個接觸點 建立後續的連結 就有在締結成交的機會 是 所以 今天 我們的這個訪談 我們的阿宏Online 就跟各位分享到這裡 期待王院長後續可以來 跟各位老闆做更多的分享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是 感謝阿宏 感謝大家